同事長你真的很厲害耶 經濟日報選股比賽 這公開的比賽有新聞報導的 哇 你選六檔 今天第一天就無當漲停 太厲害了 還有我們的標題 台積電設備股真的全線噴出 那接下來呢 好 六檔股票 無檔漲停 這是公開新聞驗證的 重點是我是用運用邏輯告訴你 而且我大部分都選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資本支出 我是領先全台灣 甚至全世界 我歡迎你回去看我所有的報導 回去看我們所有相關的新聞 以及Line 以及Telegram 可是重點是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如我們所料的 全線噴出了 接下來該怎麼辦 我今天節目會講得非常之清楚 台積電該怎麼辦 我們今天節目一定要看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 今天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4月6日 台積開盤16711點 中場收在16739點 眨168點 美國經濟數據暴喜 四大指數是全數收紅 美債之律也看到它已經下滑 那道瓊及標普五百指數 更是收盤創歷史新高 再來看到台積今天是跳空開高 開盤就刷新歷史記錄 盤中呢更是刷新歷史新高到16804點 有沒有想過上周四就已經有人告訴你 台股本周會在創歷史新高呢 甚至告訴你台積電 還有台積電設備股準備噴出 一切的一切都有它預告在前面 後續盤勢解析我們交給 經濟日報台股王 單做技巧紀錄保持人 同時也許全台灣LINE Telegram 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隆投資長 投資長好 Roy 各位朋友大家好 嘿圖早 今天真的很開心耶 是 哇太厲害了 是 我們先來講你的經濟日報懸故好了 今天才第五天 就已經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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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數不完十一根掌停板 十一根掌停板對不對 太厲害了啦 這個都預告在前面 是 這是事前比的喔 是 而且我這次選很多股票是 不是說我當天選展停板的喔 對 是我選了以後才變展停板喔 對 這不太一樣喔 好恐怖喔 是我選了以後喔 對 畫龍點睛你知道嗎 對 對 你繼續說 很多人其實都在問 欸 投資長太扯了啦 你到底是怎麼選股的 欸 真的最近很多人在問啊 對 其實大家如果有追蹤 我都跟你講說天分啊 你們不相信 我都說怎麼 可是我有教你們 我有跟大家講怎麼選啦 沒錯 好不好 我有跟大家怎麼選 我雖然這樣講話很臭屁 可是我真的有事前預告 為什麼我有這樣選嘛 好 我們繼續說 對啊 有看網絡 Telegram 還有看我們節目的人 都可以跟Zoe一樣 可以幫你作證喔 因為上禮拜四的時候 你是領先全國 甚至是全球 告訴大家 我敢大聲講 這是全世界 對 沒有一個分析師 好不好 你說 對 告訴大家 台積電資本支出 三年會打一千億美金 多誇張 對 對 所以呢 也照這個邏輯推演 到 欸 台肩設備股 在更早以前 你就已經告訴大家說 欸 大軍衛動 兩草先行 這一切的一切 我覺得這樣想起來好恐怖喔 是啊 嗯 很像小說翻到最後一頁 看到這個大街巨 然後突然覺得 哇 你真的是 JK羅琳 很厲害耶 喔 謝謝大家 好不好 謝謝我們的哈利波特 特派演員 好不好 對 這跟大家講 所以說 這都是預告在前面嘛 是 而且其實我會講啦 我說台積電 能漲這個一千億 我還 我 春節特別節目 問我還怎麼講 對 不是春節 清明特別節目 清明節目 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還說 這個利多還沒有發酵 是 還沒有發酵 是 所以台積電 ADI會漲有沒有漲 有啊 年假期間是漲的啊 5%多 是不是 對 是不是 第一天又漲5%多啦 對 然後呢 然後我說台股還創立新高 有沒有創立新高 有啊 台股為什麼連續兩天創立新高 因為都是台積電千億資本支出 而這全世界這個訊息 是哪一位分析師第一個跟你講的 是我郭哲龍 我再請清楚 我郭哲龍 如果你不認識郭哲龍 這三個字 你不認識哲哲 你絕對是股市中菜鳥中的菜鳥 我歡迎去比較 我歡迎去比較 我再講一件事情 來 同朋友 我每次都會說我歡迎去比較 我給你看一件事就好了 是基金日報 尋文冠軍紀錄保持者 我選六檔股票 五檔股票暫停 對 我選六檔股票 五檔暫停 鴻竿直接跳光暫停 萬論你還有時間可以買 鴻竿跟萬論 我講得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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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time long time long time go 真的 這經濟日報 這是經濟日報 這是經濟日報驗證的 經濟日報對我不錯啦 我看經濟日報 LINE的訊息喔 之前都沒講冠軍在選什麼股票 特地還發訊息告訴你們 投資產選這些股票 真的 他可能知道我這個人至少有情有義 陳秘石我選的股票有量有價 是 這我不知道不得而知 對 不得而知 不過記者有 之前記者有稍微跟我講說 欸 投資產 你一比賽好像 銷售率特別高 真的一比賽銷售率特別高 因為畢竟我也是基督保持者 對 好 所以投資產選 你去想看你要怎麼分譯是 我跟大家講你看清楚喔 紅康萬論 肉依 紅康我是今天來講嗎 不是啊 不是我不是今天來講的耶 紅包好運來 紅包好運來 過年前就給你紅包好運來啊 對啊 過年前 給你紅包好運來 然後過年這幾 三上個禮拜開始 一直提醒你 你看不出來紅康要展了嗎 有網友吐槽我 頭長 啊你這個是每次這樣講 看不出來要展了嗎 也沒什麼推論 我都有推論是你自己不聽而已啊 這就是天分 你如果連我邏輯都聽不出來 那不好意思 那你要多聽幾次 我只能這樣說 對 來 658 3587 紅康 沒有錯吧 來 畫面給我 我請那個 我為什麼說 這個 那個 看一下就知道 什麼叫做真正厲害的分析師 什麼叫真正厲害的分析師 來看一下啊 讓我們來看 再看一次喔 好 沒關係 我跟你講 我先抽屁完以後 再跟你教你我怎麼邏輯的 好 我希望你能學到這個東西好不好 好 我希望你能學到 我在前面有一件事情 我郭忠 我看到 你看不到未來 你看不到 我看到的未來 所以你才要參加我的行列 所以你才要參加我的行列 你要把紅康萬潤 知道有沒有錯啊 4月4號 是 你可以去問記者 我什麼時候選的 我是在禮拜五選的 所以禮拜五就選好了 來 念給我們聽 第一檔選什麼 紅康對不對 對 萬潤嘛 對不對 再來呢 蒙利嘛 有威科嘛 至今嘛 還有利德 利德嘛 而且我昨天喔 文章不小心寫錯了喔 因為我本來是選存安 是 然後後來改成至今 是 可是不論是存安跟至今都怎麼樣 都暫停 對 好 這Line的訊息可以確認好不好 是 不論是 所以我昨天Telegram重發 我Line不能重發 我直接跟你講要更正 好 誇不誇張 誇張 所以我多送你一檔展廳板 好 來看喔 這念起來了喔 來 來 看一下這個誇張 我們一切的一切 我預告到前面 我不要去4.0 Wall 不要去買後炮 為什麼說不要去4.0 Wall 不要去買後炮 來 看一下 紅康 跳空所持展廳板 通常買不到 那是你買不到 我錢很久 喔 對對不對 對啊 OneRain 開盤可以買啊 買不到 這是你的事情喔 而且等下看我重播知道了 來 有威科 對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有沒有 都展台積電設備概念股啊 至今 嗯 我存安改成至今更強 對 文章不能寫錯了 都展 連寫錯字都可以展廳板 利德 展廳 有沒有看到 是 6檔股票 5檔股票展廳 台灣第一名就是我 第一名分析師就是我 粉絲最多就是我 我講清楚就是我 天分 努力 邏輯 缺不可 你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多醫生 這麼多工程師 台積電 連發科 為什麼這麼多工程師願意參加我行列 因為他們認同我 他們知道我邏輯跟別人就是不同 他們知道我小營利就是跟別人不同 我選6檔5檔股票展廳 大部分都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很多人知道啊 啊為什麼 為什麼我選得出來你們選不出來 你們很多台積電工程師董智誠啊 董胡瓜董智誠啊 董奈米智誠啊 然後呢為什麼選我 因為我消息比你們明通 因為我邏輯能力絕對不輸各位 這是你們認同的 因為我選6檔5檔股票展停板 每個人天分不同 我再講一件事 你就知道每天訓練 你也罵像王建民一樣 可以投球投到150公里 天生註定好的 你現在叫我這樣訓練 你可能邏輯能力 你可能就有聯想力也罵像我這樣子 可是 你每天訓練罵像 王建民投那麼快150公里 罵像LeBron James Michael Jordan一樣灌籃 可是 投資怎麼樣 你是不是照做就可以一樣的績效了 No也沒錯嗎 對 所以你才要找真正專業的投資顧問 你才要找真正專業的投資顧問 來 再講一次 紅坑對不對 都也沒錯吧 對 看清楚喔 展停板鎖使有沒有錯 好 紅坑對不對 紅坑萬潤 來來看清楚 來 畫面給我 我是不是在這邊萬潤第一根的時候 我直接給你看重播 這重播什麼時候日子 來 我們先來看清楚 我 我順便跟大家再講一次 再教學一次 我這個教學是價值百萬嗎 不是價值幾十億啊 我是跟你講一件事幾十億 因為可以讓你早點知道 一天 二四小時簽的事情 我的意思喔 高頻交易是這樣子 只要你比人家簽字到千分之一秒 對手要做什麼事情 譬如說他知道他買台積電 你可以先買台積電 再高價賣給他 因為你知道他試價買嘛 你可以高價賣給他 來回幾百次幾萬次幾一次以後 你就可以賺幾千幾百億幾十億了 我是認真的 這就是華爾街最盛行的高頻交易 所以肉依 在股票市場 只要比人家先知道千分之一秒 就賺完了錢 這你懂吧 你有聽過新聞吧 對 我比大家先知道 二四小時 比大家先知道一整個禮拜 這些預告 我們必須來看一下 3月25號 標題是什麼 聯電跟台 肉眼電給我聽 好 聯電和台積設備股都動了 何時有機肋盤 我先發現這個事情 而且我設標題喔 好 3月25號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畫面給我 3月25號來畫面給我 3月25號非常清楚喔 那個時候 股價非常之清楚 台積電呢 等一下要不要來喔 那時候一堆股票 台積電根本在600塊以下對不對 對 還有什麼 來 萬潤 萬潤現在130對不對 是 那時候萬潤才這時候25號啊 你們看清楚 價格多少 價格我直接給他3月25號 認不到 價格105塊 對 105塊現在132 那天110差不多 現在130有沒有看到 萬潤 好 我們看一下 3587的紅康 那時候多少錢 那時候100 100也是105 也是差不多 113 現在139 3月15號這時候 我已經看出來 這個東西不一樣了 這個叫天分的 那你沒有這個天分 我沒辦法 好 可是我可以教你邏輯嘛 對不對 好 我就跟你講 所以你們不要覺得我臭屁 我今天有在教學了 我今天在教學了 只是我教學絕對不是教很簡單的技術分析 你聽得懂嗎 這是我郭崇 郭氏 是獨有的心法 這個教不來的 其實教不來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我怎麼想的嗎 肉你聽得懂吧 所以你每次都教我 說 通常你可不可以像別人一樣 我突破這個缺口 告訴你這怎麼買 我站穩這個均線 台積鏈漲 台股就很強 我不喜歡廢話的教學 這個 我跟你講一件事 我不太喜歡一樣的東西 所以有些人 第一次不了解我的時候 覺得我講好臭屁 久了就知道 我跟別人差距就這麼大 好 我給你教學 3月25號這時候 你看不出來 可是我看出來 有點不一樣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那時候重播 3月25號 連電跟台積電設備股 概念股都動了喔 何時有積熱盤 來 5 4 3 2 1 一切一切 預告前面 因為我預告人力 同學 很多要跟你講6187 我還是要講萬潤 今天的股票 我還花個時間跟你講 我預告前面 萬潤這種展法不對勁 什麼不對勁 是好的不對勁 不是壞的不對勁 來囉你看喔 112 像快140有沒有 對 這邊112了 我來看喔 因為台積電那麼弱勢的情況下 代表台積電280億資本支出 台積電的280億資本支出 可能是真的 3月25號這樣子 3月26號 匯豐喔 還出具報告 說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不知道是不是對的 所以你要選 外資分析師 才選台灣第一名分析師 那些外資分析師都很年輕啊 你沒有聽過50歲外資分析師啊 你聽懂嗎 我官單分析師就單十幾年了 我股票市場快30年 30年的經歷啊 我總很年輕的時候在做股票 我就知道我有天分 資本支出完真的喔 你去看喔 你回去砸匯豐 匯豐出具的報告 告訴你資本支出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 我告訴你是真的 最後還可以加碼1000億啦 來 繼續聽 可能是完真的 你看喔 好 台積電不好 可是萬論好 投票這代表的是 大軍未動 兩草先行 聽懂嗎 大軍未動兩草先行喔 繼續講 兵馬未動 兩草先行 什麼意思 你還沒打戰的時候 已經有人先運送食物了 開始運送 代表準備打戰 準備完真的 你看台積電很弱勢 可是設備股告訴你是完真的 是 連電告訴你是完真的 你不要在這邊跟你開玩笑 到時候噴出去才覺得沒有什麼 我再強調一件事 600塊以下台積電 2021年的600塊以下 我想清楚哪一年喔 2021年600塊以下台積電 是老天送給你的禮物 今天 我給你送給你禮物喔 今天575元 我跟你講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不要到時候找到600塊 600 有看到 不要 肉有沒有到 對 1575元啦 謝謝 收盤610元啦 開盤就填權席了啦 你已經賺到填權席了啦 賺2.5元了啦 611就填權席 你今天收610元啦 開盤就填權席了啦 對 然後575元啦 你已經多賺多少錢了 多到35塊 實戰35萬 可是沒有我的台積電設備股 概念股最賺錢 台積電只是給你評判一下 就像鴻海給你評判一下 最強的是我什麼 蹲太第一 蹲太第二 蹲太第三 一樣台積電最強 給你評判一下 給你聞香一下 那你聞香一下嘛 最強是什麼 最強什麼 受備 最強是什麼 是受備股啊 對 這個繼續聽喔 聽了預告喔 牛起雞皮疙瘩 150 真是700塊 700塊 口長你好厲害 我跟你講 我就是比人家厲害 我就是敢預告在前面 我不可以模糊化的啦 我不跟你模糊化 我今天已經兩大預告了 華航的預告喔 台積電預告 還有台積電 我跟你講 我就是一直預告 然後準確那麼高 粉絲那麼多 我一直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所以你去想看 你要怎樣分析師 我不去吃的話 不去 你看 肉依你不覺得很誇張嗎 我就是這樣 你看 所以你每次都覺得 頭長你好像洗腦人家 肉依我請問你一件事情喔 3月25號就知道了事情 對 然後到上禮拜發現 喔 好像還在發聲中 是 好像還在半歲半醒中 然後我寫文章 到今天全部人都在講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了 所以你們每天都看不懂 為什麼我講話好像在重複 因為我已經可以知道 半年後 兩個禮拜後的事情 那這半年這兩個禮拜 我是不是要講重複一樣的話 對 大軍未動兩朝先行 好 這個就頭長 這就算了 那時候我已經知道不對勁了喔 好 4月1號更精彩 看清楚 看清楚 我們重播一次 我教你邏輯嘛 我先從技術線行告訴你 台積電雖然弱 可是台積電設備概念股很強的 這個情況不對勁 代表資本支出是完真的 不只完真的 可能有人先知道消息 對 好啦 4月1號來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那個 Telegram 畫面給我 請你要加我的Line 加完我Line再加我Telegram 我的Telegram人數 是全台灣最多的 我歡迎所有分析來跟我比較 尤其喔 我封鎖我的人非常少 我也沒特別去怎麼樣 好我跟大家 為什麼 因為我的資訊 有價值啊 有價值你聽不懂嗎 有些人可能好幾萬人 可是被封鎖很多 我的資訊是非常有價值的 我歡迎比較 絕對是全台灣粉絲人最多的 Line 及Telegram粉絲人數 來 所以你看喔 加完Line以後可以加Telegram 因為Telegram可以追溯我 你會發現到我來自未來 我從8523點告訴你那一天 我直接告訴你那一天是 台股最低點 然後告訴你台股突破12682 多少人那時候嚇我瘋子 I don't care 多少那時候我說瑞德西韋是解藥 有一對醫生罵我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沒有我的奇蹟太多了 你只是你不認識我而已 不然我怎麼粉絲這麼多 我跟你講啊 4月24號這次演講 我保準你進不去啦 為什麼 我這一次有一個演講場地 快2000人你還是進不去啦 什麼叫台灣最紅 我官司可以看到 人們看不到未來 我就是台灣最紅 來看今天我4月1號怎麼說 肉眼給我聽 這39000訂閱者嘛 這不能騙人的嘛對不對 對啊 Telegram可以看到之前文章 所以你現在趕快加入Telegram 看我4月1號 是不是愚人節的笑話 不是我是真正實在的寫折訊 是 肉眼念一下 好超級最新快報 這則消息 今天的經濟及工商十八可能不會報導 我們搶先說明 有沒有報導 沒有 沒有隔天再報導啊 我還先給你預告咧 對 對 來 什麼 大軍未動 糧草先行 對 好 代表台積電準備發動嘛對不對 是 好 然後難怪怎麼樣 這邊有看到 你會嚇死嗎 三年怎樣 三年一千億美元 就是約兩兆八千億的台幣支出 好 那你看喔 這我現在是什麼 我說傳出什麼 魏哲家的 寫給客戶的內部性嘛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好 然後我寫什麼 有夠怎麼樣 有夠誇張 對不對 有夠誇張嘛 因為平均每年是360億嘛 是 美元的資本支出 比現在280億還多嘛對不對 對啊 然後這段你念過聽 難怪台積電設備廠 洪康及萬潤最近有夠強勢 如果這消息屬實 今天的台積電及相關設備廠會大力噴出 肉依4月1號 4月1號看清楚 7點06分 對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不睡覺的鳥兒更有蟲吃 就是我 我太嗨了 你不用擔心 頭上我很健康 我平常有在補眠 好 我最注重睡眠的 謝謝 我在健康上面花的錢 比你想像中多 你不用擔心 為了你們 我會長命百歲 我身心很健康 7點06分發 肉依4月1號7點06分發 好了你聽到那個 欸 投資產這個消息是對的 洪康你 請問你買了 你看我當天還開低走高喔 對 賺幾根展廳板 兩根 我對你們多好 我不跟你四個換毛號砲 我不需要做那些東西啦 我什麼股票今天幾十根展廳板 歡迎來比賽 我的股票 有價有量 我的邏輯推演 一嗆 預告在前面 所以說有沒有看到 很誇張 來就算囉 是不是兩根沒錯吧 對 萬潤也是一樣啊 萬潤怎麼樣 萬潤 那天特別講萬潤嘛 可是你看喔 禮拜五還 禮拜五怎麼樣 禮拜五小掌而已啊 今天給你跳功大掌展廳板 你4月1號 官是我的粉絲 你看到萬潤及紅坎 以前以投掌講真的來講的 我就講了 第一件事情 我在3月25號 我就幾乎天天講 肉依沒錯吧 大軍未動 糧草先行 在散散禮拜四會講的 好了你們不相信就算了 禮拜五的時候 有人開始問我這問題了 有粉絲 好像聽到網路有些消息 我 覺得 我再去問我的管道 我的內幕消息 確定好像這一回事 然後我想想 可是 他也不敢百分之確定 我再多問幾個人 然後加上什麼 我的邏輯推演 這個邏輯應該對的 如果3.1000億是對的 如果我 如果一直加試鑑個IC客戶 的老闆 那IC客戶老闆一定會講說 這台積電真的要資本支出 那相關的人又怎麼樣 會去買台積電設備概念股嘛 所以難怪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這件那麼強 好 符合我的邏輯了 所以我決定寫出來 在7點06分 在早上5 6點的時候 決定寫出這封信來 決定寫出這篇文章來 告訴你 1000億 這時候 東森 非凡 經濟 工商 有沒有跟你講的東西 通通沒有 台灣最專業的 蘋果日報也沒有 自由事報也沒有 我第一個 最專業的媒體 通通沒給你寫 對不對 兄弟 我第一個 我絕對是全台灣第一個 也是全世界 華爾街第一個 我講很臭屁 我歡迎你去查啦 偶像也去查啦 演講你絕對進不來 我跟你講 我絕對是全台灣粉絲人最多的 我 時候有在寫一件事啊 請問你一件事啊 是 粉絲人數這麼多 我3月20號也在寫 就那麼4萬多人嘛 對不對 對 那時候想 到 冰毛衛東南草先行嘛 對不對 對 我請問你一件事啊 這個有辦法造假嗎 沒有 7點6分 這有辦法造假嗎 沒有辦法 我跟你講 現在人很恐怖啊 我4萬多人給你造假 我跟你講 變成打死了 我跟你講 對啊 罵造假 我會員多就這種好處 就我不用造假 我也不屑造假 我也不能造假 邏輯推演叫你囉 所以今天一堆股票展聽版 今天一堆股票展聽版 你去想看 你要展覽分析師啊 所以 我應該 我在講一次邏輯喔 3月25號我自己的盤感 我的天分告訴我 不對啊 為什麼台積電這麼弱 台積電設備股那麼強 好了 這個一定是 事出必有因 好了 到上禮拜四的時候 有人問我這件事情了 好像有什麼 魏哲家 台積電總裁有發這封信 問我是不是這件事情 然後我查了一下網路 我也看了一下 我也詢問了一下 我相關的一個 內的一個人員 是 我就跟你講 我好朋友很多 有沒有 我這麼多工程師加入我的會員 也有一些高階主管 你就問不到嗎 問一問以後 大家好像說有這回事 我在用我的邏輯推演 應該百分之百是確定 不然 一定是洩漏的 不然台積電設備概念股怎麼強 所以3年1千億我馬上寫 寫了以後4月1號文章 你看這4月1號就算囉 肉也請你告訴我 經濟日報什麼時候寫 這個3年雜多少 1千億美元 對 隔天 4月2號 晚了24小時 24小時 對 我在講的是 只要晚千分之一秒 我就可以賺幾億幾十億了 是 是晚24小時 肉依這幾月幾號 4月2號 關這個你就要一輩子看我節目了啦 我過種奇蹟不止這件事情 還有823點 直接跟你講說 8我兩三次 我選五冠軍8我兩三次 我直接看12682 你通常知道為什麼很多粉絲喜歡我吧 因為我就預告前面 不是因為我桌子敲得特別大力啊 猜不是咧 很多人都說 投資長你桌子遭殃了啦 我說你去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好不好 頭版新聞 4月1號 4月1號 都4月1號才寫 都4月1號 錯錯 4月2號 玩我24小時 那你禮拜一次多賺一根展廳板 從沒有問你件事情啦 你現在資產100萬 一根展廳板多少 10萬 10萬 不是10萬 是20萬30萬 為什麼 就像敦泰一樣 你不買就少4根展廳板 因為連續4根 第二根你還會追展廳板嗎 不會了嘛 就像今天紅灰 紅磡你敢追 敢追嗎 能追嗎 不敢 一買就展廳板 鎖死怎麼追 所以禮拜五沒有買 禮拜五看到報紙 少賺2根展廳板 100萬2根展廳板 20萬 會不會貴不貴 一點都不貴 今天問 詢問的程度 非常踴躍 應該是實際上最踴躍 因為大家瘋狂了 不知道投資產這麼厲害 對錢朋友問我說 我怎麼選股票 我告訴你盤感啊 可是我會告訴你 我的邏輯是什麼嘛 所以你是什麼 缺一不可 第一個 你要 你要每天對股票市場 大量的資訊嘛 對 第二個 你要 你要每天看一下 台積電跟台積電設備概念股嘛 第三個 你要超強的聯想力 我嘛 第四個 你要有管道嘛 你要管道可以問人嘛 對不對 第五個你要尬詞 你敢寫出來啊 一千億是真的啦 是 這五個缺一不可啊 對 邏輯 天分 努力 缺一不可 所以我每天跟你講 你就覺得我往講一樣的事情 我跟你講啦 那不是講一樣的事情 那只是我看到半年後的事情 所以同時沒有 冠軍99 這個我們今天本來要推冠軍168的 不然剛好今天168點 本來真的是剛好 是剛好 後來想說99看起來比較便宜 所以趕快趕快 所以現在是幾分鐘的 25分鐘 你看我在臭屁這些東西 可是我在教大家邏輯訓練 這個外面你花幾百萬 也學不到的啦 外面教你幾百萬 全部都是技術分析 幹嘛 你去花一千塊就可以了 你花一千塊去 去重慶南路 去亞馬遜書局 你去成品書局買就好了 我的東西你外面學不到的啦 因為每天都是實戰派的啦 從那時候什麼 義務法則拉回就買 義務法則拉回15%就買有沒有 然後到時候有個行情 告訴你現在是走 噴出第一根的行情 什麼時間 設備概念 還會噴出 我直接給你破題法 還會噴出 還會再噴出 還會再噴出怎麼辦 你看一下我的口訊 來 真的很誇張 肉依真的很誇張 你看我的口訊 慢慢來喔 先給你看 宏康萬倫碼 六檔股票五檔斬停板喔 有一些股票開牌 沒有斬停板的喔 你都可以買喔 謝謝 還有什麼 還有 義龍利基有沒有 所以剛才說11根斬停板 因為五天比賽嘛對不對 對啊 對 還有五天11根 升科 四天四根斬停板 我們這來算一下 有沒有什麼股票 四天四根斬停板 會是紅坎吧 哇 這我不知道 我覺得紅坎 明天還有這機會斬停板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絕對都會再噴 只是噴幾根而已 絕對會再噴 為什麼 1100是完真的 連匯豐都寫錯報告了 我就說 我跟你講就是 肉依 匯豐 如果外資真是早知道出去報告 他們會看外台積電嗎 不會嘛 所以我是領先全台灣全世界 所以我那天我說 還有一件事 我說你要發揮影響力 我都問為什麼要發揮影響力 我說如果外資早就知道 這份1000億美金支出的秘密 對 他應該早就買了 有沒有買 沒有買 所以我說 禮拜一會發酵 是 所以你看我禮拜五買 你還可以賺兩根 對 所以我說外資都不知道 你看這波外資是不知道 通通被打臉了 連外資也不得不看我的節目啦 我講話很臭屁 可是我就是比你們在喊 我就是比你們厲害 你可能要選選第一名啦 肉依 LGR 全世界第三名的手機 不做手機 產生啦 怎麼樣 不幹了啦 虧出了 為什麼 98%的利潤都被 都被什麼 蘋果賺走了 是 這世界就是這樣子 你要選選第一名啊 我有沒有能力 你們自己知道 六個股票 五檔股票展停板 六個股票 五個展停板 六檔五票 五檔股票展停板 你看我腳上掉大舌頭 我就不適合當主播 當分析師而已啊 對不對 每個人 每個人填粉 來看一下 我要秀寇訊囉 秀不完啦 來 紅包好運啦 有沒有看到 兩根展停板 有沒有看到 對 這個是普通會員的喔 看到 普通會員的喔 兩根展停板 自己看 兩根展停板 這台積電概念股 有沒有看到 台積電有沒有看到 沒跟你胡扯 九點十五分就發功後簡訊了 有沒有 這特抗 我節目上有講喔 是 普通會員 今天普通會員我說 頭長 你這個 台積電 新的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是什麼 我也不太懂 我就說了 普通會員本來就是 最入門的 對 最入門 有些 本來就留給高等級的 我也講得很清楚 你們要你就升級 這個我不勉強 好不好 只是普通會員 你們有紅看有萬論 人好了好不好 缺點只是 我沒叫你 我沒有寫得很清楚 像特抗 特別會員我寫說 要中壓不中壓 可是你看我節目 其他一些文章 夠意思好不好 夠意思好不好 很多普通會員 謝謝我 只是你想要 你想要 有一些特別的股票 你可以 升級 好 這個我不勉強 因為就算普通會員 我還是有萬論有紅看 人很好 好不好 好 人很好 我人很好 只是問題是 普通會員的股票 比較多一點 我會叫你們五檔股票 可是每天一直有新的會員 我還是有時候有新的股票 好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怎麼分配 所以歡迎你升級 你有100萬以下的 100萬以下的資產 你不要參加普通會員 好不好 我是為你好 所以特會員 普通會員 你想要這些股票 你看 台積電概念股是一樣 台積三年內 1000億美元的資本支出 所以台積電概念股 今天大漲8% 厲不厲害 厲害 來 畫面給我 繼續看 女性難道 凌陽 暫停板 是 今天股票講不完 我今天就不花時間講 貝東元件 你不要再說了 貝東元件再不行 我也不理他了 我講得清楚 不是他不好 就是我要選最標的 好 資金要靈活運用 你不要都說我不理你們 我沒時間 因為今天股票太強了 凌陽噴出去的 對 敦泰第二有沒有 敦泰第一更強 是不是 218 我有說過 其實250也不貴 好 我現在剩下會也很少 我都講實在話 最好一段我這樣走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要買別的股票 也是很強 肉也不錯吧 對啊 我對大家都很好 來 繼續看 還有什麼 還有 來來來 這些股票 再看 畫面給我 林宜洋有沒有看到 展停板 恭賀 敦泰第二有沒有看到 敦泰第三也算新高了 敦泰新高 我紅坑第二就蓋那個 客戶購股票 紅坑第二你要的話趕快參加 今天我們冠軍9-9 同朋友 我參加專案這樣子 我不勉強了你的 你電話也不一定打進來 今天問太多了 到今天晚上10點 只有一天時間 超過10點你不要問我 下次專案請找 只是我不知道你要錯過幾根 展停板 肉也請你再說一次 懸谷比賽5天 幾根展停板 11根 你不要等到 4月24號演講 再來參加我會員 來不及 這次演講你也不一定進得來 我給你打毛票 因為太瘋了 好不好 11根展停板 所以我不知道到4月24號 有幾根展停板 再看一下 萬瑞 普通會員 恭賀 熱影聽清楚 這邊 我們賺幾% 從這邊開始講 從第一次進場到現在 最高獲利 已經超過108%了 幾% 108 你知道108% 我108% 我沒有走掉耶 我沒有走掉耶 真材實料 全台灣第一位分析師 全世界第一位分析師 跟你講一千億支出 最內幕的消息 我第一時間跟你講 你先經濟公商 關這個 你就應該參加我會員 參加我行列了 關這個 我就是第一名 不用去比粉絲人數 雖然粉絲人數我也是第一名 雖然我也是選舞冠軍 可是這不重要 I don't care 我別在乎 是這種最低一線的消息 我用我的邏輯告訴你 這是我最 引以成就的事情 這比我賺到幾千萬 我還爽 我老實跟你講 這就是我人生 男人 有時候為了事業 我跟你講 不然我自己玩股票 我還比較開心一點 可是 為了這種成就感 我很開心 我跟你講 那你知道什麼叫做 不然我自己賺幾千億 幾千萬幾億 我也沒比較開心 你們也不覺得我會厲害 你們覺得運氣好耶 可是 這些事情 你們不會說我運氣 因為真正實實在的實力是什麼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我還要壓 我還要買 因為三年一千億 天啊 280億就很誇張 可能快三年一千億 外資他們現在 被扒來扒去 不知道要不要改報告 等他們改報告以後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還會再噴出 我還有新的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我一定要再買 一定要買 因為台積電是完真的 你不要到時候4月15號 現在有新聞出來 4月15號 把所謂最重要是什麼 鼓勵政策 台積電的朋友們 你有買台積電的股東們 每天趕快去寫信 要求台積電 多發一點鼓勵 發個3.5塊好不好 不要發2塊5而已 受不了好不好 還有一些股票 什麼奇邦啊 這就不多說了 因為也沒有 也沒有我的 奇邦你創新高 我不是說要噴出去的嗎 你看你創新高了嘛 是不是 所以最後我跟妳講一件事 來看清楚 好 最後看清楚 來 經濟日報選股 來 這是4月2號 沒錯 昨天嘛 4月4號嘛對不對 對 洪康萬論 6檔股票 幾檔轉停板 5檔 6檔股票 5檔轉停板 結論就這樣子 要不要參加會員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清楚 好不好 冠軍99專案 只到今天 好不好 也不是應該這樣講 不只到今天 只有今天 也只到今天晚上10點 從今天的台積電 千億美元支出 全台光 全世界我第一個領先報告 這還是真材實料 我不跟你專神弄鬼 什麼叫天分 什麼叫努力 什麼叫邏輯 我從這一次的戰役 你就知道 我是真正全台灣第一名 冠軍9個專案 只有今天 直到今天 晚上10點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想清楚 你要怎麼樣的分心師 記住 我看到你看不到未來 你看不到我看到未來 也預祝各位 能夠賺大錢 好好享受這實戰 最強大的大兜頭 台股又穿歷子新高 恭喜各位 謝謝各位 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一下小鈴鐺 想要把滿滿的掌停板 抓在手中嗎 趕快打 播打我們的專線 08068085 洽詢我們的冠軍九九專案 榮耀華 接我們明天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滿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 謝謝各位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